你 小淳 这呢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我下午三点钟 约了人在这儿面试 人马上就到了 陈先生 我就是那个要面试你的人 你别闹了 行不行 陈先生 请你简单地介绍一下自己 我现在没工夫在这儿陪你玩 真的 我跟人约得下午三点 行 反正简厅上都有 不用看了 对了 没有什么优点 不会真是你约我过来的吧 你开车的水平怎么样 你开车的水平怎么样 我一份工夫要给你 要不你先看看 这个岗位 你会年薪为零 但是可以升职 你可以升职为父亲 爷爷 如果你足够长寿的话 升职为曾祖 也不是不可能 我记得了 这段时间你一直被拒绝 但不是你不优秀 是实际不到 你看 我们公司发现领导好 就立刻下手了 所以啊 你千万不要笑诚 也不要看不起自己啊 对了 我们公司 还给你准备了乳之灵 这是什么 四喜唱 四喜 思雨 谢谢你 陈先生 如果你有意这个职位 请携带钻戒前来就职 我相信 你一定会成为一名 非常优秀的老公 思雨 我收下了 那份礼物 我也收下了 我一定会前去就职的 但不是现在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 因为 现在还不符合 你那个赶快的需求 再 再给我点时间 我一定拿着一份 真正的交易 去上岗 要不要做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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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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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